龍年煙花在大年初二晚 在維多利亞港上空才有得看 但民間煙花就在香港各地提早上燕 先看看長沙灣吧 在踏入龍年的凌晨時分 李正屋遊樂場借有市民放煙花賀身碎 無間斷發放長約兩分鐘的煙花 警方接報到場手獲三個空盒 估計與非法研放煙花有關 暫時沒有人被捕 另一邊上大西北元朗 在年三十晚大約十點 最少有兩處火頭 包括青山公路譚美奪 最少發放了幾十發煙花 就連串雲箭也有 警方接報到場搜查未有發現 至於西貢的井蘭樹 踏入大年初一的凌晨時分 都有市民放煙花 但警方未收到有人非法研放煙花的報告 都沒有人被捕 對方我來說 我都沒有人被捕 對方的狃子 都沒有人被捕 只能不能被捕 寫了一條路 我都沒有人被捕